CIOC自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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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老闆你在幹嘛 你在這裡面幹嘛 欸 小花排檔頭 四處 先不要看四處了啦 哭車了 速發路的啊 2011年的啊 奧貝克 2500那個喔 好像是3600的耶 3600 我不知道他車主要哪 3600要買耶 快去快去 我先把車停好 欸3600耶 速發路之王 你知不知道 之王 3600是之王 水瓶對臥引擎 做到3600 除了保時捷以外 你還想到什麼 你不知道速發路 有做到3600對不對 我不知道 沒動力方向盤耶 怎麼這樣 我被甩尾了 好燥喔 哇 欸白內障耶 對啊 怎麼這樣 撕掉了 不過不重要 好不好 第一件事要幹嘛你知道嗎 要怎樣 幹你看影群 幹這真的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會噴水 哇 你看 包進去 怎麼那麼多傷啊 好好好 看影群 哇 欸 媽的根本就Toyota嘛 你看那門板 你看那鐘控 你看那椅子 是不是Cameroe你自己看 好醜喔 那麥文 那也不出麥文 是不是Cameroe 對啊 很像啊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很像 那就是啊 是嗎 鐘控的觸碰口你去拍 那就是Cameroe的鐘控啊 其實速發路很可憐啊 他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本來坐飛機的 本來坐飛機的 他其實是好幾家這個工業公司 合起來的 總共有六間 所以他有六顆星星嘛 他的Mark裡面有六顆星星 結果飛機坐一坐有沒有 媽的弄弄弄不好 摩托車也坐 坐到最後怎麼樣 那個被尼桑買 買股份 買了快20%走 結果尼桑也弄不好了 這筆爛賬誰買走 好像是這個 GM先買走 GM弄一弄 也弄不好 再賣給Toyota 然後Toyota去年又增肢 變成超過20% 你看這間公司有沒有很可憐 一直被買 不是他走到哪裡 那個就是客夫運你知道 走到哪裡就啊 看人家燙手山魚啊 好媽媽把它丟掉 轉來轉去其實很可憐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抹滅 他對於這個水瓶對臥引擎跟四輪傳動的執著 他就是硬要做這個就對了 你知道嗎 Toyota把它買下來跟他講說 這個水瓶對臥引擎沒什麼好 這樣賣用 很可憐 好不好 看引擎看引擎 我跟你講 你要回去找娘子出來看上帝 你知道嗎 阿呆 你都不懂我的梗 你要看這麼大CC數排氣量的 水瓶對臥的引擎 真的除了保時捷就他做了 所以這個引擎是蠻屌的 他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 3000水瓶對臥引擎 我記得好像叫EZ30吧 然後這個好像叫EZ36 是他們這裡面算大排氣量的水瓶對臥引擎 那他這個裡面有一些 某一些機構啊 跟保時捷的水瓶對臥引擎 是有類似的結構 他裡面的那個可變洋塵氣門的結構啊 其實當時啊 他跟保時捷都是跟德國的一家 叫I.N.SASCHO的工廠拿的 一個氣門洋塵的結構 所以他裡面的那個設計有部分的零件 跟保時捷的引擎是很相似的 這樣聽起來我們覺得這台車很屌 有沒有 越聽越覺得越屌 當時新車我記得180幾萬 那你說什麼2011年的喔 對啊 1年的 好我來看一下這台車要怎麼跟他顧 我先看前面有沒有撞 我跟你講這個車齁出去啊 不知道的車行啊 看到鬼了 感情到3600 一時之間心慌慌意亂亂 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個車主為什麼這麼內行 就要來找我 MG買賭到Gandoya 我就是Gandoya這個MG買你知道嗎 市貨 你懂嗎 你知道這個我跟妳講 我跟妳保證你回去 把數字網打開去查 看全台灣省幾台在賣 我保證你齁 一直下體贖的出來 不相信你回去Google看看 一個下體贖的出來 真的啦 當時齁 這個車已經夠冷門 然後再流傳至今 再賣出來市場上更稀少 這跟 好不要再講壓縮機了 老梗 看到這引擎就高潮了 不太想看了耶怎麼辦 我想進去問他賣多少錢耶 直接出價了 他會說我當時新車183萬 不然現在這樣啦 打個三折 好不好 還有50幾萬這樣就好了 這50幾萬是不要買喔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去問客人 要賣多少錢 再決定要不要看 這樣比較快喔 直接先去問 對不對 要不然我認真看什麼 哪裡有肉油哪裡怎樣 到時候說我賣個50就好了對不對 今天你要賣多少 我們改變策略 我先去問客人要賣多少錢 好不好 如果他要賣說什麼 打三折50幾萬 我們就跟他說今天阿大破洞 不要鬧 我們要吃薑母鴨 你先滾 就決定怎麼辦了 阿大你覺得可不可以 好先去問了 好我先去問他要賣多少錢先 看半天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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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耶 多少 打一頓了 沒有啦 怎麼可能 他說網路只有一台在賣而已 幹 客人都幫我查好了 真的是阿呆的一個下體就數得出來的數字 他說全台灣 他說現在一台在賣而已 他說里程數跑15萬公里 跑比他多 他這台跑多少 我還知道耶 我看一下 他說15萬公里比他多啊 8萬耶 才8萬 他說那台好像賣36萬嘛 他說阿這樣子啦 小四偉不要說那個啦 你不是說賺個一成左右 好我賣你30就好 不是人家 賺一到兩成是整理好以後耶 這樣子 欸欸 多是三 你要賣人家賺一到兩成 這樣對 我說好那OK 我覺得OK 好我先看車 看車我再來跟他嫌 好這個有點硬仗 我先看車我先看車 好我剛剛看前面有個酒窩嘛 保險桿擦傷嘛 好你看這內裝叫拉薩啊 好 你看這那麼髒 有沒有 有 你看這個 這個 有沒有 幹這跑8萬 真的假的 他說一手車啦 我查一下我查一下 8萬 不要騙我 我沒念書不要騙我 欸真的耶 真的耶 去年的12月驗車 一年一驗嘛 所以他現在驗車耶 19年了 他最後一次是108年的12月30號7萬8 所以他這次應該是109年的12月30號 就要驗車 那又要驗 那下面那個是什麼黑黑那一塊 這個是那時候他們都會 欸我也不知道 SWIFE也會貼 就是類似那種像犀牛皮還什麼有沒有 那什麼保護啊 對啊 那久了就變這樣 對久了會變黃 這個如果有買要把它剃掉 這輪胎 哇米其林的耶齁 哇14年的 這麼20年耶 兩年了耶 對啊 是說他因為他里程數 你看他那時候我們剛剛看是去年是7萬幾 7萬8 那現在才8萬幾 才8萬整耶 現在是8萬整喔 所以他才開2000耶 去年到現在一年才開2000耶 他真的沒在開耶齁 好啦 外觀先看 然後我看有沒有板件有沒有換 你看 你看這個輪壺 哇 哇 欸後面滿大的耶 還有後座出風口耶 他這個那時候應該跟那個Legacy有沒有 應該是同樣平台的一台車子 我記得他那時候好像以前舊的時候叫什麼Legacy Gran Granorgan 好像是這樣 後來名字還同一層Outback 那時候Legacy只有出四門 後來他才出這個五門的 好像是這樣啊 我記得是這樣 好吧 反正有錯網友會講 對不對 好 這要看一下燈有沒有破 這一定很貴 欸這個都 這很大力耶 這個都起毛了你看 不過他一樣是四輪傳動的 哇沒有電動後悔嗎 沒有喔 欸很大 我跟你講這個車我就會想開 你還沒有抓到我的口味 還沒有 第一個路上賞 我常在講齁 你要開馬三 你就要開馬三王 馬三王是什麼你知道嗎 馬三二代 大概2009年的時候齁 有出一批2.5的 你就要買馬三王 喜美 喜美要開什麼喜美王 喜美 三千 兩千的啦 因為台灣喜美沒有Type R嘛 對不對 我是以台灣來講啦 那你就要買什麼 2.0的 為什麼 這樣有沒有懂得我這個套路了 然後還有什麼王 我之前常講 提安娜跟 當然要開王者啊 三千五的啊 雅各要開什麼 雅各王 三千五的 有沒有 當時最大的排氣量 那才會划算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二手車來講啊 你不管買馬三王 喜美王 這個 提安娜之王 雅各之王 他在二手車的時候 王者跟一般的普通版的價格 是差不多的 但是新車通常都貴好幾十萬 像我記得當初這個3.6是180級 那他那個2.5的啊 只有賣140 才40喔 對啊 我跟你講現在喔 你買2.5的價錢 跟買3.5的價錢 一樣 差不多 屌了吧 而且剛剛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啦 消費者已經跟我講說 他在網路查人家賣多少錢 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這台車我回來可以賣多少 對不對 三十幾萬四十萬 那我就用這個為基礎點下去 跟他買就好 我自己不用做功課了 其實我第一個直覺 這車應該二十幾萬了 說實在 可是會不會跟那個吸叉器一樣 被客人打 170 我新車160 你跟我說20 有沒有可能 有喔 其實這樣算一算30不貴耶 我新X7也10年的 新車160 25到30 我說25到30 對 你說25到30 我好像沒有講多少錢對不對 他這個車新車180 11年又新一年 30好像差不多 我覺得這樣他30 其實他賣我30還滿合理的 那去跟他買 真的嗎 不開一下嗎 不行啦 我不是有教過你嗎 客人說30怎樣 我們讓他想辦法再往下挖 這樣回來我可以賣個40好了 這整體不知道花多少錢 對啊 輪胎就要換 他這個都 你看 這都翹起來了耶 撲起來啊 你從這邊拍 這已經隆起了啊 我不是撲起來了 對啊 你拍低一點可不可以拍得到 這邊都隆起了 好我看一下 我認真看一下 剛剛為什麼有機油 對啊為什麼要放機油 我最怕的孤車的時候 後車廂 看到什麼你知道 水跟機油 一桶水有沒有 那種大桶的純水有沒有 有提拔的那種有沒有 六槍的 還有後面有機油 我跟你講 孤老車的時候要看這個小地方 他後面放水放機油 我們的經驗來講 你不是吃機油 是不是抓溫度 一般人抓過溫度以後 他會有什麼 心理陰影 陰影 陰影你知道嗎 他很怕 他其實要修理好 他會覺得說下次怕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發生 所以他後面準備一種水 我這樣講 會不會以後 大家出來孤車 就把後面的水跟機油 都先拿出來 超賤的 我們這樣拍影片 都叫人家這樣可以 車廂都看沒港 你知道嗎 真的啦 你如果車廂後面放一些蠟品的話 有沒有 這時候覺得歐車好像蠻顧車的 蠻愛車的 會不會 有可能對不對 我跟你講不會 不會嗎 他後面就算放三桶蠟 我都不覺得他有多顧車 你看他這個樣子 他媽的 他後面放三桶蠟 我都不覺得他顧車 好不好 好小也是要有個限度的 好 板件是 板件是原裝的 馬起來了啦 不會讓你們看 兔胚牌 兔胚你知道 5566 兔胚 幹這裡也有耶 這人到底是外面那些車啊 對啊 整車都是刮傷耶 不過他這個齁 那個年代 11年左右 有TOYOTA中控台都會裂開 環保漆 那個很麻煩 那個修起來好幾萬 不過這台中控台還OK 那這台就是外觀真的很醜 白色的車就是這樣 一有什麼小刮傷 你看 別人的漆都帶到自己身上來 很明顯的 超明顯的 然後要不然黑黑的就很明顯 就會很醜 所以白色的車其實真的是要加倍顧車 我發動一下看他的眼睛 欸不行 我要先看到有沒有漏油 哇靠腰啊 有耶 你從這邊看 這邊這邊都油漬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邊 黑黑的 喔這樣有了 有了有了 看都黑黑的 靠腰啊 那這個喔 我說車子不常開也是 你看喔 它這個 加機油這下面都 一點一點的氧化 有沒有 嗯 然後你看它這個都 舵輪都生鏽 對啊都縮掉了 有沒有 就是不常開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都仰化 車要開啊 有人還問我說欸小事 他家的車位啊 老鼠都會跑進去 問我怎麼辦 他說他一個禮拜開一次 可是老鼠都會跑進去 老鼠大便 他又油電車 他很怕先被咬斷 他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我跟你講 我剛剛講說叫他去找那個 你有沒有去那種加熱福啊 他們都會放那種 電子的驅屬器你知道嗎 加熱福的那些零食包 很怕被老鼠咬破嘛 他就沒辦法賣啦 所以我曾經逛家的時候 有看過他的貨架下面 會放一個 好像電子的東西 然後會發出一個頻率那種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用啦 他們會放一些驅屬器 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你去買那個 驅屬器回來試看看 要不然沒辦法 他說他家旁邊就是一個 他們自己蓋的一個鐵皮 什麼他們車就停在裡面 他只有老鼠啊 沒辦法 我說那你就死馬當活馬醫 買那個回來 驅屬器回來試看看 好不好 要不然以下開放那個網友 給好的建議嘛 就只能這樣 我本來是想說有一些那種 動物的避嫌劑你知道嗎 避嫌劑 它就是像殺蟲劑一樣 一罐可以噴嘛 那你噴了以後 東西就有一個味道 那個動物不喜歡的味道 我知不知道那有沒有用啦 要不然怎麼防暑 我也不曉得 知道的人跟我們分享 好我去發動一下 看看引擎的狀況 那你雙那邊我上這邊 我這邊有電動椅耶 你那邊有沒有 有耶 有耶 雙電動 它已經有這個轉盒 跟我們上次的那台 也不會差一樣 模式的 帥 S-Drive S-R 插下去又亮燈耶 有沒有 厲害 有沒有 哇 一進去就有反應耶 厲害耶 老爸這樣 我吹一下油 我講 我講 這一批汗血跑馬 讚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喔 這個人啊 我覺得他開這個里程數 我覺得他沒有在開快車 這個引擎的狀況 我覺得還滿順暢的 製正很好 方盤都不抖啊 有撥片耶 三千六水平 對臥換檔撥片 而且雙電熱椅 可是沒有 這有電熱椅喔 對 沒有通風 這當時也是美歸車啊 你看這髮絲紋就很有質感 這個就跟TOYOTA就不一樣 TOYOTA就是銀色稿漆而已 那個年代的CAMELINE 你沒有這個中控台的這個都一樣 我一打開我覺得這台車是TOYOTA 不是SUBARU 我也是第一次顧到這個車 拍一下 沒有到這顯影喔 沒辦法 用到了好不好 這還是怎樣 這只有鏡 沒有顯影 欸 欸 哇 好慢喔 天啊 太慢了吧 對啊 隔了大概5秒鐘以上喔 超過了吧 再打一次 而且媽的鏡頭還不清楚 有了 這次快了 這次比較快 這鏡頭GG了啦 恆溫空調 好想開看看 這樣去繞一圈是不是 不要啊 先跟人家買 這樣要怎麼扣 輪胎 外觀幾乎整台都要烤 肉油 內裝PE 烤漆抓個2萬 肉油抓個2萬 輪胎抓個2萬 它輪胎多大的 靠腰啊 225 60 17 還好 輪胎2萬 肉油2萬 外觀2萬6萬 埋24萬就好了 對不對 椅子沒算 椅子算1萬就好了 23萬 用這個下去跟它處理了 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太狠 我覺得會喔 管他的人 不是摳太多了 大家都這樣啦 大家都已經看好電視影片 YouTube影片都看好了啦 套路都差不多知道是這樣了 所以反正他也知道我出可以拉嘛 對不對 我為什麼好掙扎的 我就爛了 我就爛 我就爛 就直接就出了 反正他也知道嘛 對不對 他都知道我們現在都這樣 他知道一定可以再講一下 好 我們就直接跟他處管他的人 我現在已經沒有壓力了 我就爛 23萬出下去 沒有啦 我這台車我非買不可 這台車我 坦白說我 拉得在他自行20年 第一次遇到 不買不行 這樣買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啊 我一直 剛發動以後覺得他滿安靜的 大德 忘記 啊忘記扣了 我剛發起來以後 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車如果改個排氣管 像那種一杯啥那種 這也要改排氣管 水瓶對我的引擎排氣管弄下去很好聽耶 可是你改改賣不掉了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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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得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掰掰 跟妳講這台車 柯P開什麼 240Wergen 讓它500公尺 沒什麼好講的 讓它一個紅綠燈 這個一定電價的 是不是 自然進氣3600cc 水瓶對我好想開喔 好不好 直接把它當成寶石姐說理了